电影《期待》正在上映 影片导演兼编剧乔思雪 日前独家做客中国电影报道 分享自己首执导筒的经历 他透露 多亏有姚晨 曹玉等经验丰富的电影人帮忙 他才能逐渐克服困难 收获成长 电影频道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期待的导演乔思雪 电影《期待》是乔思雪首次自编自导的影片 作为新人导演 他从前期定稿到拍摄 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从19年的第一稿到最后 我们定稿一共改到19稿 就是其实压力肯定有 开拍之前 其实我们都在找 就是跟这个故事里面最契合的场景 我记得在开机之前 我自己就开车 差不多有上万公里去找这些景 最大的挑战对我来说 其实是就是你脑海里面想象的场景 和你最后真正能够实现的场景 就是实际上是要做取舍的 因为我们资金预算和拍摄时间都非常有限 然后还要面临其实这么多天气上面的困难 电影《期待》无论是画面质感还是制作水平 都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成熟的制作班底是影片动人的母子故事 得到了视听层面的美感加持 也让作为新人导演的乔思雪收获颇丰 其实最大的收获就是成长 就是因为你要面临 尤其是在片场没有经验 跟这么多有经验的电影人合作 就是他们在职业精神上 然后包括对细节的要求和把控上面 其实是有很高的标准和要求的 其实就比如说像中间我们那个 就是那个母亲和阿努斯骑着那个三轮摩托 但是曹尔看到那个摩托之后 他就问说那这个摩托它的速度能不能上来 因为你如果它在那么齐驱的路上 它如果速度很低的话 你看起来会很假 我其实也没有想到两个监制 能在我们这个片子全程从头跟到尾 包括姚晨老师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剧组 就是在给我们尤其是演员的表演上面 还有怎么样跟有效的跟演员沟通 就是他给我们提供很多有价值的经验的帮助吧 巴老师是我们最开始就是很早就知道 我就看过他的套马杆 但是最开始他拒绝 他觉得作为青年导演的作品 他如果因为他没有就是出演过阿尔采蒙这种病人的经历 他的担心其实出于对青年导演的保护 所以当时其实我们跟制片人一起就是到互合拜访他 他也确实被这个故事打动 也被我们打动 然后最后决定来演这个角色 阿鲁斯其实他是非职业演员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调配上面 就是姚琛老师比如说他最开始就会说 那个你让那个巴老师和阿鲁斯 就是每天吃在一起 然后睡的房间挨在一起 然后每一天车坐在一起 就是他们两个人就是通过这种生活细节的相处 就真的会慢慢变成母子 期待围绕一对母子关系展开 男主角阿鲁斯一开始在北京做音乐 在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 他带着母亲回到曾经生活过的草原 陪他寻找记忆中的家 导演乔思雪希望通过影片 传递温暖治愈的力量 这次疫情就我也经历了我爷爷过世 反而我现在的感触会比最初 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会更深 因为你真的 当你真的跟一个人就是告别送别 包括对自己未来可能要面对死亡 也非常非常恐惧 我在想到这个故事的时候 就是母亲她中间看到的那一场幻觉 就是我不会再觉得那个是冷冰冰的 她最希望看到的人在那等她 就是有她童年最珍贵的回忆 就是那可能其实对于她来说挺温暖的 这种想象其实也慰藉了 我们即将要跟别人告别的这些人 其实尤其对新导演来说 就是尤其是处女座 我特别想要把我心里面 最触动我的东西拿出来 其实这个东西也能打动别人